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玉刚是我下面的歌手 对 我跟你讲 听说龙哥当年您和李玉刚老师 也算是不打不成兄弟 有这回事吗 到底是怎样的冲突让两兄弟大打出手呢 其实跟龙龙大哥很早就认识了 应该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当时是在西安 当时他是我的领导 是我们演出的地方的艺术总监 所有的演员都会他调配 所以那个时候的龙哥在全中国来讲 在我们当时那样的一个圈子来讲 也非常的有名气 因为他比较有权利 他可以让我们演员 可以到他那里演出 也可以不到他那里演出 我记着跟龙哥当时 因为我当时还小默 然后因为我要串场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当时是第一场在龙哥这里演 后面还有一场 因为时间的一些问题 舞台上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跟龙哥有一些冲突 当时也吵得比较厉害 然后后来呢 之后呢在朋友的这样的调口下 然后请龙哥吃了一顿饭 我们就把这个磕疙给剪开了 就算是不打不成交 最近由于工作非常忙 我跟龙哥也好久都没有见面了 我想那下一次 我跟龙哥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切入这个主题 兄弟抱一下 黎于刚老师 这个刚才讲了说 这个不打不成兄弟 虽然没打起来 但是矛盾还是有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也算是这个龙哥 24年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的朋友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话想对这个黎于刚说的 他在电视机前看呢 那个 黎于刚现在发展已经很好 对 当初上新话大道之前 给我打电话 是 然后得了一个第三名的时候 在中央电视台的后台 我俩碰见 给我们俩拥抱了一下 能看到他越来越好 作为兄弟 我特别高兴 因为毕竟我们曾经在一起 战斗过 是 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没错 谢谢 所以呢 这个 也谢谢黎于刚老师 给我们揭开了这些